來 那個施新法在哪裡 那麼施新法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協商條文的對照表 這個 我們就直接看 都是周春明委員 你那個審查會保留的條文 還是我們就依照 許智傑 進入二讀的來討論 那針對 施新法 增定第七條 第十一條 第七條之十一 這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 好 沒有 那施新法 我們這個就照 最近 改成千年 不 南市民都 dzisiaj 五個公司 老术 eins 年要改圈 年就改圈啦 大家這個年 就是一百零七 一百零七不見了啦 中華民國圈年 圈月圈日 中華民國 圈年圈月圈日 這樣子 第一項第二項都是同樣 是這樣子 那這個私刑法 我們有共識 我們就大家就簽名 但國民黨團已經不在了 我們看 給他看看 反正宴會就處理 來 再過來 術生法 那個 術生法 基本上是 我們就來討論 總共有幾個條文 兩條嘛 來 第五條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來 討論進入二讀 修正條文嘛 那針對 第五條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 黃偉 這是什麼時候提出來的條文 這是什麼時候提出來的條文 幾乎二讀的 這一定要配套修 刑事投訴審判法 然後審判中的羈押期間 從八年縮短成五年 這個是跟什麼配套 剛才 執行法 來 司法院說明一下 來請 司法院來說明一下 第五條的修正 最主要是因為 限制出境的部分 我們在行訴訴訟法裡面 已經有規定它的期間了 所以 把最後一項給刪除 這樣才不會跟行訴的規定相衝突 那麼至於 那個積壓的期限 改成五年的部分 當然我們在這個 限制出境的部分 已經做了修正 那我們 積壓是更嚴重的 限制人身自由的 這個 強制處分 然後它 它應該要更慎重 所以我們 在幾次的人權公約的審查裡面 有非常多的 國際的專家 認為現階段的規定 八年 是太長的 然後有 就是經過 兩次的要求 都希望 我們可以把 八年的這個 期限做調整 那我們這一次 也斟酬這個 限制出境的時間 已經做了調整 所以在基壓的部分 也做了一個 相對應的調整 那我們評估的結果是 如果是五年的話 就是現在 實務上 積壓超過五年的案子 非常的少 然後 大概 如果是以 上個月的月底來看的話 大概 是有兩個人 是超過五年的 全國大概 是有兩位超過五年的 所以我們在 施刑法的部分 做一個相對應的規定之後 那我們覺得可以 可以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也比較保障人權 怎麼樣 好來 請各位 我們現在談限制出境的問題 過去有限制住基 限制住基可以出國 這個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在改限制出境 有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說 要法律保留 以及法官保留 因為這個沒有法律保留 所以我們現在立法了 對不對 還有法官保留 我們都立法了 那過去為什麼可以 建制出境 是因為 速成法第五條 關係 那個作為連結 和一個 高院行事庭的 庭長會議 這樣的結論 所以這個現在要打破 一定要法律保留和法官保留 這個 我們這個第五條 是已經 前面已經修了 所以第五條 一定要 頭部修 就是如此而已 要配合 應該就是這樣 好不好 有沒有什麼意見 來 黃偉 不好意思喔 沒關係啦 今天才看到這個條文 因為他這個 直接併覆二賭 的條文 在委員會沒處理 不過也沒關係 是不是 可以請那個司法院 明天的時候 再補一下 你們過去這幾年齁 積壓 有超過五年的案子 好 他那個案件數 對 每年的案件數跟案號 是不是麻煩你們可以提供 好 請司法院喔 提供給各黨團 好不好 好 明天明天 不一定現在 明天也可以 因為這個 到禮拜五才會省嘛 好 所以 那 國昌兄 這一條 需要讓他通過 還是要怎麼樣 我先不急著簽啦 反正其他兩個黨團也不在 反正其他兩個黨團也不在 反正簽都沒有什麼意義了 好 那我們這一條就先保留 那 第14條 第14條 這個是 公布 施行日期啦 我想我們這個就 就 大家就沒有什麼意見啦 因為通過日 就是哪一天 就是哪一天嘛 公佈日啊 公佈日啊 好不好 好 有緩衝六個月時間嘛 好 那 14條 我們就 照禁或二讀的案子通過 好 我們今天就 協商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 有協商公司 一協商公司處理 沒有協商公司 我們就送 願會處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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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請你 admin 聊 很 有 人 思 跟